大家好,我是George O,歡迎你們收看今集的旗權遁甲。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種金龍產品,叫做每周旗權。 這種產品如果用得好的,隨時給一些所謂的末日論更加吸引。如果眼光是準確的話,隨時說這個每周旗權一日可以帶給自己20倍甚至以上的利用。 到底這個每周旗權是什麼呢?顧名思義每個星期到期,逢星期五就到期。對應的資產就是香港的恆生指數。 它的報價一點就等於50元港幣。逢星期五到期,那些跌算價就是以當星期五恆生指數延貨每5分鐘的平均價來計算出來。 大家可能都習慣了,傳統上,香港期子月傑,去到月傑高日大使可能都會比較波動。 以上一個月,四月期子月傑,當時就是4月29日做例子。 恆指現貨比上日就升了230點,最高位更加是升了幾百點上來的。 但是,去到第二天,四月30日大使就一聲跌差不多600點,跌了接近2%。 各位觀眾可能會說,習慣了,通常期子月傑前後的市就會比較波動。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剛剛說在4月29日就是星期四, 逢星期五到期,每周期團去的一個到期日結算日。 那麼,四月的市基本上都是比較偏弱的。 突然間在期子月傑,29日星期四都升了二百多三百點上來的。 咦?那我們會不會中間可以用這個每周期團做一些部署呢? 其實可以很簡單的,四月的市場就一般,但是在期子月傑,29日突然升上來的。 我們就在這天,走去Long一個週五期團,每個星期五到期的一個貼價put option。 好了,我們當期時,例如說Long一個29200點,星期五三十日到期的put option。 在29日多一天,基本上大把時間你可以用50點或以下做Long put的動作。 去到第二天30日,當時一聲掉下來,這個put option最高的期權金去到360點對外。 當然我們未必抓到最盡,但是就算當你在300點吃了Long put, 都說一天就代了六倍了。 如果我們做一個價外少少的Long put,29000點的put option, 都是三十日星期五到期的每周期團的話, 在29日,10點可以做到這張Long put的了。 30日,這個put option最高去到170點。 當然我們都是不一定吃到最盡的,但是大家可以發覺, 單單說上一個月4月最後一個星期的每周期團, 我們就算不是吃到最盡也好,一天代十幾倍的利潤, 並不見得是一樣太難的事。 但是Long的每周期團,眼睛要很準確, 因為通常開倉的時候,期權只剩下幾天就到期。 如果看錯方向的話,隨時就輸掉所有的期權金。 但是我們可否調轉角度想, 我們剩下這些每周期權來賺他的時間值? 每周期權的好處是時間值速度很快, 對Short option投資者來說,時間值速度快當然是好。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期權金相對比較小, 所以提供到的緩衝的buffer位就相對少些。 我自己在4月中就覺得,當時的市場大不了, 最理想是升上之前的高位29,300附近。 所以我就跟朋友說,如果市場上29,000左右的位, 其實可以開回一個sort call, 結果去到4月14日,星期三, 市場上升上29,000左右, 當時就開了貼價的, 當個星期五到期29,000點的call option。 我自己當時的想法就是, 塞一個每周期權星期五到期的, 行使價29,000的call, 如果收回200點回來的, 打和點也去到29,200, 和我認為市場最理想只不過升到29,300, 其實不是差太遠, 最多就是這樣輸100點。 但是更大可能就是, 市場根本上不了, 維持在29,000,甚至跌下來。 這樣的話, 我兩三天的時間, 一張的sort call已經代了1萬元, 聽起來不差。 就算不想hold住這個每周期權, 去到星期五結算, 只要當時維持在29,000這個位置, 不要說跌下來, 只是維持在29,000, 說說這個thompson, 去到星期四晚, 或者星期五結, 我預計已經會縮到30點。 大家會發覺, 其實在日領的時間, 代了150點, 不難了, 一張代了7500元, 都可以啊, 在日領的時間。 結果, 這個呢, 市場在星期三, 4月14日, 就升到接近29,000。 當時和我預想有少少出入, 因為它不是星期初, 始終磨到星期中, 才升到接近29,000。 但是當時, 這個29,000的call option, 都單單有180點, 都是一個好價, 就可以開倉做一個short call。 不需要等到星期五, 基本上去到星期四, 這個call option已經縮到10點。 就算不好吃到最盡, 大家會發覺, 要吃中間150點, 即是說7500元的profit, 一張, 日領的時間, 五藍, 這樣就代了。 當然, 如果保持這張call, 去到星期五結算, 有機會就代了更多。 大家可能有一個想法就是, 萬一看錯了, 大市真的升到29,000樓上, 那會怎樣呢? 就輸錢了, 我當是升到29,300, 是的, 但是以剛才的例子, 一個每周期團, 我們就輸大約100點左右。 不要緊, 當時也只是說4月16日而已。 自己的看法依然維持, 在市場的大不了都是29,300左右的位置, 就算升到這個位置, 我就輸回傳統, 4月底到期的call option。 以剛才開倉多日, 14日做例子, 當時, 傳統指數月底到期, 29,400, 29,600的call option, 分別說有180點, 130點。 嗯? 到16日, 我做這些short call, 收回來的期團金, 基本上都夠緊, 我每周期團輸的, 更加不要說, 當時升上來的, 這些月底到期的call option, 我多時才開short call, 收回來的期團金, 會比14日更多。 如果那時, 越升越有, 就升得多了, 都沒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 例如說, 29,600那張short call, 我們不只short一張, short兩張, 收回來的期團金, 很大機會都夠緊, 16日到期, 這個每周期團輸的金額。 最多一個例子, 在4月中, 去到5月10日, 其實都很悶, 一個橫行的格局, 去到11日, 又跌了幾百點, 形勢就開始明朗了, 至少了, 我自己預算, 其實5月的市, 最美的可能都只不過是 4月那樣, 28,000多的水平。 好了, 去到星期三, 5月12日, 我就覺得, 咦? 那不如做個 28,400點, 星期五到期的每周期團short call, 當時就收到60點一張回來。 這個short call的行使價, 相對於大市, 當時是高了幾百點, 始終和4月有些不同, 4月的市是在29,000多的位置, 而5月的市在28,000多的位置, 就相對不算太高的位置, 所以行使價推高一點就安全一點。 60點是不多的, 但勝在這個時間值得快, 一日鬆一點的時間, 就可能吃3000元一張。 事實上也不用等到星期五, 到星期三開倉當晚, 旗群已經縮到30點以下, 到星期四, 旗群只剩下1點。 所以, 一日左右的時間, 代3000元一張, 基本上也可以。 好了, 說回, 今個星期五, 就是21日到期的每周期權的結算日。 而下星期五, 正正就是傳統期指月結的到期日。 中間, 這個期權有沒有操作的空間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剛才跟大家分享幾個每周期權賺錢的潛在方法。 而在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這些每周期權到底是應該做Long還是Shop呢? 我們選擇的行使價是應該什麼? 甚至, 萬一看錯了, 有沒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 這些就會在往後的網上或者實體班, 跟大家再詳細分析。 注意, 今天所提的只是一些一般的資訊, 並不是任何投資建議或買賣邀請。 資產特特可升可跌, 投資可賺可洩。 其團有這麼多效應, 可以放大潛在贏輸, 任何時間都要滿足按金要求, 滿足不到有機會被人強制平倉。 而某些策略, 例如剛才提到的一些short option, 理論上它的最大潛在風險, 可以是無限的。 最後, 如果真的涉及到任何實際上的投資買賣, 請大家務必諮詢專業獨立人士的意見。 多謝各位。